日本星期四任命职业外交官穆斯昌仁为新任驻中国大使 接替9月突然病逝的西宫申医 穆斯昌仁就1976年进入外务省 曾任国际合作局长、外务省官房长官等职务 还担任过助理内阁官房长官 目前中日关系因为岛屿争端而十分紧张 现年60岁的穆斯昌仁在这一刻出任驻中国大使 被认为有助于打破僵持的中日关系